袁大人 真的是您吗 绝安 是我 大人 没事了 那要看谁说的 张忠祂说的 不 我是说 那些崽子辈的就这么完了 完了 今天上午学不研修抗书 请摄政王收回城令 但无人成立 张忠祂竟亲自出面上城 张忠祂让我转告大人 那旨意不会再有更改 大人 真的没事了 袁大人 这案 转告相帅 就说是我袁世凯说的 大恩不言谢 爹 这么说 咱们就逃过这一劫了 爹 那 咱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回老家了 这个 以后这相帅的日子 就更难过了 快点快点 我这几个人呢 我看一点 好好好上车上车 快快 女的 女的 女卷幽签 快快 女的先生 女的 大挺师弟上车 快快点快点 别乱啊 别乱别乱 快上车上车上 大挺师弟 后面再跟上 跟上跟上 快快点 快点快点 快快快上车 快点快点 好跟上跟上 你慢点啊 咱 es 咱的 咱的 来了 来了 好 太后老婆爷 奴太给您请安了 新亥年三月二十九日 公立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革命党发动第十次起义 孙中山说 是一野碧血狐飞 好气四色 草木威之寒飞 风云因而变色 全国九折之人心 乃大兴奋 愿愤所积 如怒涛牌鹤 不可恶逆 此义之价值 只乃惊天地 弃鬼神 诸位各省资议局议员 三年前朝廷开始预备立宪 袁世凯大人挺婴而出 为我大清立宪之精神领袖 如今朝廷竟将袁大人驱逐回籍 并宣誓九年之后再开国会 诸位议员 革命党已是十次揭竿而起 如果朝廷再敷衍了事 等不近两年国家就会大乱 我建议各省联合 请愿会议员大人回来主持立宪 你们要干什么 过去 杨大人 没办法 是摄政王的旨意 驾 道之洞 这个捏管那个捏管 这王做什么事都得用你管吗 快走 晃着抓你 老师队 我告诉你 摄政王 杨渡抓不得呀 在我抓不得 这些个各省资议局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士绅 过去他们全都在朝做官 国家行政靠的就是他们在下面疏通贯彻 本王抓的是杨渡 他是我大清官员 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人深开张目 别说抓他 杀他又如何 舍政王 杨渡代表各省资议局宣誓民意 那岂能言杀 监察御史江春麟有本承奏 让他进来 这 叩见摄政王 事儿太小了 什么事儿 我大清立宪 举世瞩目 然朝野上 得得得 有话直说 请摄政王将袁世凯捉拿归案 明正典型 好 说 接着说 摄政王已足迹将袁世凯罢官 恐难掩天下人耳目 反倒更让外人猜疑摄政王的动机何在 请将德宗皇帝守照明示天下 以正袁世凯之罪 江坑林 你这是闻风严世 袁世凯何罪之有 张志东 你是摄政王 还是我摄政王 这 这 接着说 袁世凯包藏祸心 内外军政 截其党羽 以往他最畏惧的乃是孝卿皇太后 如今太后崩天 袁世凯心目之中 已无人可以钳制 有朝一日其事做大 虽已在业之身毕生非常之便 到那时想杀他也做不到 请摄政王除恶无尽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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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 江春林欺君往上 齐心可诛 张志东 你怎么老是跟本王过不去呢 我就不信 袁世凯狼子野心 你就看不出来 你是装糊涂啊 还真是老糊涂了 你 摄政王还别这么说 老臣糊涂了一辈子 可今儿个我不糊涂了 萧綦皇太后临终一训 要老臣辅佐摄政王 他老人家 真是不放心哪 我今儿个才明白 他老人家怕的是什么 他怕的是我大亲 臣要以摄政王使 摄政王忠 你不提孝亲皇太后倒霸 既然提了 我就告诉你 平时 我给你留着礼 我还是 看在老佛爷的面子上 不过 我告诉你 老佛爷也并不待见你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在地方上窝了几十年 因为老佛爷知道 你只会说空话 你的洋务办得怎么样了 离开了李中堂 你连个铁厂都办不好 不过呢 你的折子写得好啊 什么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开风气之先 都是没用的空话 我告诉你 我大清 有你不多 没你不少 你这个老不死的 给脸不要脸 还在里面 我给你 你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 她要死的 她要死的 如今 你带来 阿玛 阿玛 皇上 这老头已经在这儿睡了 皇上 皇上 今晚啊 回去 回去 别 我看看 皇上 皇上 我 他 怎么睁着眼睛睡觉啊 皇上 回去 啊 不 走 皇上 她怎么在这儿睡了 走 我看看 开关门 看看 看看 看 皇上 摄政王驾到 吾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贫身 归座 帮 Он 人工事 皇上叫你们归座 为何不座 我们要求杨度杨大人出席会议 对 我们要求杨大人出席会议 打手 不星会议 杨度谋逆 妻可 让他来好了 我这儿的饭好吃啊 让你出去就出去 为何抓我 为何放我 行了 行了 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 让你出去就出去吧 为何抓我 为何放我 您是邪行了吧 让你跟我走就跟我走 你 你跟我走呀 总该有个章声啊 你跟摄制王去说章声吧 请 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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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苦了 杨大人 受苦了 杨大人 杨大人受苦了吧 杨大人 没事 没事 杨大人 杨大人 受苦了 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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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了 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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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了 没事 没事 打开刑具 杨大人 没事 没事 都没事 杨大人 您的座位在这边 请 来 大家都归座吧 请摄政王宣誓 训辞 诸位 皇室议员 诸位各部议员 诸位各省议员 我大清资政院 今日终于开院了 那外面的谣言 是莫我大清立宪是假的 不攻而自破啊 这资政院是干什么用的呢 本王看来 不管立多少章程 归根到底 就是一条 给国家帮忙 不要添乱 有什么事 好好商量 不要动不动就请愿 闹得京师不安顶 闹得洋人说咱 立宪得心不成 这就是添乱嘛 以后就好了 议员们再有什么意见 在这个会堂里就解决了嘛 各省议员 都说见不着各部官员 这王公贝勒 更是见不着 深意为苦 本王 深知你们的苦衷啊 以后资政院开院的时候 这些王公贝勒各部官员 你们就都见到了嘛 有什么事 就告诉他们 不就成了吗 你们 也不要整天嚷嚷 再搞什么国会 本王答应你们 这国会是一定要搞的 今天这资政院 就是将来国会的样子 本王 已经看到国会的将来了 特此敬贺呀 恭礼摄政王军事 请问摄政王 国会是否今年开始 立宪是否今年实行 大胆成何敌动 老佛爷在的时候 定了十二年预备立宪期 立宪预备期一过 也就是我大清正式立宪之始 从现在开始 立宪预备期还有九年 九年以后 也就是正式召开国会之日 不行 第一 我们要求立即召开国会 第二 立即宣布立宪 第三 立即重新阻隔 这国有国法朝有朝纲 既定方针 岂可善改 看来 摄政王是不准了 本王 被朝廷摄政 这么大的事儿 却也不敢孤惜舆论 纵容诸位 摄政王是真的不准 摄政王是真的不准 还请见谅啊 那好 恕我们不奉陪了 议员们 咱们走吧 走走走走 走走 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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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慢 京城所至 今世为开 等王今日 这一日就略作妥协 九年预备立宪期 就改为五年 除此之外 一起按既定方针办 五年之内 什么立即立宪了 什么召开国会 什么从祖内阁了 这些个问题都不要再提 你们也都回去 各安本分 本王严禁于此 不必再起 皇上 咱们还是走吧 嗯 我是一眼的 金人 帮助了 我们 是 把法官 把法官 是 得不准有 本事 和法官 裁撤军机处 设立责任内阁 海陆军大元帅摄政王载封奸 钦此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内阁总理大臣一筐钦此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杜织部大臣载则亲此 陆军大臣殷昌亲此 海军大臣载巡亲此 商部大臣普伦亲此 民政部大臣 汉齐亲此 司法大臣绍昌亲此 李帆大臣寿齐亲此 我的建议是上下两策 上策是策反北洋军 以东三省为后援 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 策反北洋军 顿初啊 你这个想法 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 北洋军始终掌握在 袁世凯的手里 他这次被罢官 竟然没有谋反 我总是感到很奇怪啊 哎 我想在他的背后推一把 这事恐怕能成 对袁世凯可不能抱有幻想 顿初 刚才你还说到一条下策是 我党的革命策略 过去多在南方边境地区 发展会党 打击蜻蜓 现在看来 应当向腹地推进 你们看 这里 到这里 长江千里 流经八省 地区辽阔 张之洞 曾在湖广 历练新军三十年 新军中 多有进步思想的青年 许多都是留学生 经过我们的艰苦工作 有可能成为 我党共和革命的策源地 我的建议是 我们党应该在长江流域 建立同盟会 不断策反新军 发展党员 以有机会同事大举 设立政府 然后北伐 好 好的 顿初 这个下策 我看是上策呢 就这么决定了 在长江流域 设立一个统筹策划的总机关 叫做 同盟会中部总会 简称 中部同盟 好的 客强啊 我看这事儿 就让顿初负责 好 总理 中部同盟会的总部 设在哪里为好 就设在湖北武昌 请 怎么没见袁大人呢 你会见到的 哎 我说戏子啊 袁大人每天都在这儿钓鱼吗 不错 他每天都要钓鱼 好 啊 杨大人来了 夫人 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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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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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宝 这位是我的好友宋教人 宋顿初先生 好啊好啊 好啊 贵客临门哪 哎 慢点儿慢点儿 当心点儿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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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回家去 走 走 再玩的好吗 袁大人的钓鱼本领很高明啊 什么大人哪 不是大人了 快快快 走 我虽然下夜为一介村夫 摄政忙封了我个太子少宝 从那个时候起啊 大伙就都叫我公宝了 顿初啊 皇恩浩荡 千万不能忘啊 你和妻子一样 就叫我宫宝吧 宫宝 这就对了 顿初啊 你看我这儿 景致如何啊 清风碧水 绿树芳草 漂亮 漂亮啊 我也真没想到 那边还有你这样的漂亮人物 宫宝说的是哪边啊 当年有人在我轿车里 放了一颗炸弹 我猜想不会是你这样的漂亮人物 宫宝难道希望是我 是不是你 我无所谓了 如今我是龙归大海 虎落平阳 乾陵还水 后已太行 闲居相间了 从此以后 不会有人再给我塞炸弹了 大则龙方折 中原陆正肥啊 顿初 竟然知道我小时候写的诗 宫宝十三岁的时候 就有龙腾虎月逐入中原之下 如今竟引记湖山 做钓鱼落花之状 你让我如何相信呢 不信也得信哪 啊 顿初啊 这书不错 我整日除了钓鱼 日勇数篇 修身养性 宫宝这么做 可能对得起你自己 可你对得起张中堂吗 哎 这是我的 我的 相帅已经过世了 他是死了 可他数年前留下了一首诗 流传至今哪 我以为他那诗就是写给你的 什么诗啊 是一首七诀 诗题叫做读诵史 男人不相宋家传 自许金桥 金杜鹃 辛苦礼于闻路背 追随寒日到渔渊 哎 相帅的诗 我一向是听不懂的 张中堂这首诗啊 只有二十八个字 可他写了一部南宋史啊 还有张之洞大人呢 自己的满腹心事 他写的是宋朝 惊人禁犯人 朝廷南迁 用人不当江河日下呀 可他何尝不是写的清朝 日暮图穷 百孔千疮 还有几日可活呀 在此之时 人人都应该想一想 我该怎么办 敦初啊 你的来意我总算知道了 不过你念的诗 只是让我想到了相帅 我受了他的大恩大德 不知何以非报 光宝 你想到了张中堂 张中堂也想到了一个人 他这首诗 就是写给这个人的 你看 自诩金桥金杜鹃 这是何等的悲凉 何等的豪迈呀 他是希望重整大宋和山 这只有一个人才能做到 这个人是谁呀 宋朝的开国之君 送太祖赵匡毅 赵匡毅 我听西子说 你还要到北方去 我这准备了点薄理 小小的意思而已 请顿初 北方财匡GR 千万不要推辞 最有人赢务 consideration 千万不要退策 reci proposal 不提 果除給我 分输 文贵精 国公 gal 对革命党特别有益 结成严揽多有馈赠 难道公宝 真的想当个革命党吗 在乡下有个老太太 见到流落相间的小姑娘 就豢养一家 等他们长大了 就把他们打扮起来 再卖个很好的价钱 这种小姑娘被称为兽马 兽马 兽马 总有养肥的一天 我看这革命党 未尝不是兽马 不说 我就不信你们是钢牙铁嘴 说 你们哪天起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计划 你们同龙会的领袖黄兴已经进了无常 是不是 我知道 无常新军的革命党成气候了 可是有我在 你们就闹不成 我知道你们起事的日子 八月十五是不是 给我说 马天起事 再设一块砖 再设一块砖 我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弟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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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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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有 我是瑞城啊 我要见你们岭氏 我要见你们岭氏大人 我是瑞城啊 快 快 快 这边 搜 快点 快点 快 那边 仔细点啊 看清楚 怎么样 报告 没有 没有 报告 没有 报告 没有 走 离邪图 别杀我呀 别杀我呀 报告 离邪图 革命军战士张震武向你报道 主委 我带兵的时候对你们不保啊 你们真要为难我呀 报告 离邪图 我们请离邪图来给我们主持大计 大 大计 什么大计啊 我们请离邪图做我们革命军的大都督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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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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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 这是在我去哪儿啊 黎邪徒 你还不明白 我们要请黎邪徒 做我们革命军的大都督 革命 革命是要杀头的 你是大汉子孙吗 还想效忠大清 天生奴才 黎邪徒 这位兄弟说话有点糙 不过话糙理不糙 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领着干呢 你就活 不干 你就得死 没办法 就这两条路 走 就你们这些乌合之中 就是拿破仑来了 那也不管用啊 走吧 那就算当一回拿破仑 再说了 我们的革命一旦成功 你就是华盛顿 黎邪徒 天上掉下这么大一馅饼 你还不赶快接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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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军的士兵们 我们行到 祝你辛苦了 一斜头 送我们革命军的大都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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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同意呢 我 不行了 就来吧 来 给他更衣 来 走 干 干 干什么 不够了 来 放上这个 把这个推上 放上 来 来 靴子 来 靴子 不 行了 黎都督 改朝换代了 把辫子捡了 不 我不 黎都督 把辫子捡了 我不捡 我不捡 你捡辫子 我不去 黎蟹土 你看谁来了 谁 那儿 这下 这下 你们满意了吧 我让你们玩 玩自拉党 黎蟹土 咱要么不玩 要玩 咱就玩大的